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李宗盛 早晨各位健康蛋 早晨各位观众 我今天想破一次例 破例的意思是 一来就回答观众的问题 我们刚刚进来坐下 十几分钟前 其实我们的观众就开始问问题 先回答Louis 吃黑色的食物能否使头发变黑 防止脱发 我和徐医师有个约会 就是说脱头发 所以我们今天就集中说头发 大家立刻已经很热烈了 好了先回答 吃黑色的食物 吃芝麻 有没有用的 根据一些药书记载 吃黑芝麻或黑豆的食物 其实的确可以帮我们补腎 因为在中医角度 其实我们清赤黄白黑 就对应干芯皮肺腎 黑色的食物一般来说都是入腎 但不是所有黑色食物都是入腎 有些食物 譬如说它是黑豆 何手乌 又或者刚才提到黑芝麻 这些基本上都是具有一些益精血 去帮我们补头发的作用 所以平时大家在食疗上 适量食用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改善白头发 或者脱头发的现象 记住重点是适量 因为是黑色 每天吃黑芝麻就没位 大家明白 太多是不好的 Jasmine问我 请问有没有听过坊间有说用茶纸粉洗头 去头油不伤头发 这个我也有听过 其实茶纸粉洗头的确是有一定功效 去头油 还有有些说伤不伤头发 其实它真的没有那么伤 但有些患者跟我说 就是他们初头用茶纸粉的时候 头有点痕 这个大家去用的时候就要留意一下 但在中医的角度 我们稍后就会说 其实原因是会脱头发 或者脱头发好一点 就不只是外用方法 而是我们也要兼顾身体内部 内脏脏腑的问题 这样才可以有一把很秀励 很漂亮的头发 为什么会脱头发 我们其实现在老实说都脱着 到底脱多少为之脱头发 有些人会说这样是正常的 你看到地上这一堆是正常的 你看到这样就要留意一下 我想来一下 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脱一顶头发 大约100条左右 但很少人去数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是要你数每天脱的头发 因为有时头发脱了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可能你的头发基本上要脱落 你可能数下去有脱几条 可能洗头脱几条 其实脱下自己也不觉得 但当你发觉可能某一天 你又发现原来你是可能洗头的时候 或者躺在身的时候 又或者可能在地上突然很多很多头发 这个时候可能就真的发现你脱多头发 又或者好像蛋糕说 就是身边人可能看到你的头发出了一些问题 头发变少或者突然有一颗有个小孔 这些都是反映身体问题的 很多病人他们来看 其实就是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 发型师说我这里没有一副头发 通常是发型师去发现 这个也很常见的 是的 那我说到底在中医的角度脱头发 是我们五藏六虎哪里出了事呢 其实中医角度主要来说就有几个说话 我们叫做发为血之鱼 另一方面就是肝藏血 还有肾藏症 奇华再化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中医角度来说 当你头发不够或者脱头发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肝腎不足有关系 但是这一个只不过其中一个因素 因为肝腎不足其实就导致脱头发 这个反映身体的脏腑虚弱 但是有些人他们很多时候 譬如说吃很多煎炸东西 吃辣东西 或者饮动东西 令到身体的湿气很重 那这些湿气这么重的人时 身体会容易湿热 或者那些湿气就会浸淫我们那个毛浪的皮肤 也都会令到毛浪枯毁脱头发 所以临床上我们中医就会帮你去辨证论治 看看究竟你是虚还是实 是肝神不足还是湿热的体质 或者是血液风畅等等这些现象 但是其实有些人就是脱中间 就是骨头壳顶 有些人脱发线 有些人脱前面 就是不一而触 有些人脱一袋 我试过脱一袋 也不是脱一袋 就是叫什么鬼剃头 俗语叫鬼剃头 又说会蔓延 会走来走去 是不是不一定是一个鬼剃头 因为通常以为一定是地中海 原来又不是 其实临床上都有分别 譬如我们发现有一位人士 他的头突然有一片脱了 即是片状脱发 这通常是斑托 但斑托严重起来 可以慢慢越来越多地方是斑托 首先你在这里可能有一袋 然后到这里有一袋 然后这里可能有几袋 慢慢慢慢会融合成一大片 甚至你再不处理它 变成一个全托的现象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一开始有斑托现象 我都建议尽快去改善 其次就是刚才蛋哥提到 有些是头顶 有些是M字压 其实这个就是不同类型的脱发 有些可能是跟男士的 红激素脱发是有关系的 这个很多时候就是男士 一些身上出现的问题 就是叫男士的红激素脱发 但是中医来说 其实我们不论是哪种脱发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会用一个 辨证论治的方法 去平衡体质 譬如我们发现 你虽然可能是一个男士 可能是由现代医学的医生 他去诊断了 你是一个红性激素脱发 男士红激素脱发 但是来到中医手上 其实我们都要看回 究竟你的体质是湿热 还是寒濕 还是肝细不足 还是气血药 还是压力因素等等 然后我们才会制定一个治疗方法 所以我们用的治疗方向 用的中药 或者针的穴位 都会有分别 但是有没有一样东西 比较普遍一点的 你都会说 怎样我其实都是针灸的 我怎样都会 愚异都可以帮到手 有没有的 其实基本上我们去帮病人 去治疗头发的问题 第一就是吃中药 第二就是做针灸 第三就是做矮咎 第一就是梅花针 这四样东西 其实他们有不同的目的 比如说你吃中药 主要就是去调整你身体 身体的养分 令到身体气血充盈 又或者我们叫补虚射实 刚才我们提到 有些是虚的 虚我们就用补法 如果是实的 譬如可能是湿热 或者是血虚 或者是一些血热的人士 我们就会用一些射火 或者是清热利湿的方法 如果他本身是干气屈结的话 就会帮他 去和他疏干你气等等 至于针灸和喊咎 或者是梅花针 其实我们是帮他疏通一些经浪 就是当你好像喝了中药 你的身体平衡化 或者你的养分多了 我们就会用一些外在的方法 去帮你改善头皮上的经浪 无狼的问题 把气血引到头上 让你的头发的无狼 就快点生出头发 帮你改善了 针灸我也试过 喊咎我一直试过 梅花针 我幻想的梅花针 很厉害 有没有样子给大家看 梅花针是怎样的样子 那梅花针呢 哇 风筒不大 其实可以放大了 其实他整个外形就是这样的 大约是这么长度 其实是小小的 其实是小小一点的 我可以说 这个梅花针上面有几支钉 这些钉会构似头发无狼的地方 令到他行气活脱 还有疏通经浪 激活的无狼生长 这个就叫梅花针 当然我们就不建议病人自己做 因为始终自己做可能控制力度 或者治疗的频率 或者份量 其实有机会可能损伤到头皮 所以其实做任何中医上的治疗 最好都是由医师去帮你们去处理 就会比较好一点 坊间有几样东西 譬如说有种就是用什么 用白兰地 有些人会用姜去磨自己的头 让他出头发 这些到底是迷思 是其实效果 是否又可以说 白兰地我真的不太建议 因为白兰地本身的酒精 其实有些人的皮肤可能会过敏 因为酒在中医的角度 其实都是偏濕的 所以如果本身你的病症 可能是一些濕热的体质的话 可能用酒会更加差一点 另外姜其实如果对于某部分的游风人士 就是我们叫班托的人士 其实的确是会有些功效的 因为其实姜本身来说是一个身温 有一个是散寒 有一个行气活血的俗用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你的头皮 那个情况 因为如果你的头皮本身是红色的 或者很多油脂分泌 你再用一些新温的中药去查它 可能会令到它分泌更多油脂 或者令它更加红 令它更加辛苦 我想问一下脱头发 是不是都有遗传的因素在 都有遗传的 是的 只有头发遗传的 有些人可能很年轻的时候 已经是有头发现象 或者可能十几岁已经开始 头发很稀薄 很少 或者你看到头发已经很黄 或者好像很肤胃的颜色 又或者可能已经有白发的现象 可能很年轻已经有 这方面其实也是有遗传因素 但是遗传因素不代表没得医 不代表没得改善 只不过在中医角度来说 其实少年白发或者少年头发不好 大部分可能都是有些气血弱 或者先天来说肾虚 就是中医角度叫先天不足 或者丙腹不足 导致它生头发才不太好 但是同一时间 其实它除了头发不好之外 有些人也会有其他现象 譬如女士可能已经会失调 手动脚动 面青青 就是个人很虚弱 这些男士可能只是头发问题 但是有些男士可能 除了年轻的时候有头发问题 其实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肾虚的表现 譬如很年轻已经有些夜尿 很容易有小便 要去有贫索的现象 脱头发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认为 其实是身体一个自救的现象 因为你身体太弱了 你太虚了 所以你的气血就要去供养你不同的状态 维持你的大脑去运作 维持你的肝 心去跳 然后让你的身体可以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很多时候我见到一些病人 他们又不吃早餐 然后又做很多运动 或者不做运动 总之他们吃得很少东西 现在很多人减肥 就吃很少东西 所以就脱了很多头发 这个大家都要留意 那就对了 刚刚MC问最近开始生肚减肥 但港上人们说会脱快是否真的 生肚饮食 其实基本上就是利用生肚饮食的 我们叫做副作用可以这样说 是帮他们减肥的 因为生肚其实基本上 每一个人都需要吃大量的脂肪 然后适量的蛋白质 以及极少的碳水化物 甚至是零碳水化物 然后令到身体利用脂肪 作为一个原料 去产生酮体让你身体运作 有机会出现酮疹 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营养不良 然后可能会脱头发 其实在中医角度 当我们吃大量脂肪和肉类的时候 身体就会产生湿热 湿热就会影响毛浪分泌很多油脂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那些湿气就会浸淫毛浪 令到它坏死然后脱头发 所以我们会建议其实要减肥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方法 可以用运动或者是均衡饮食的方法 都可以帮到手 谢谢你 徐医师的答问时间也差不多了 谢谢你 别客气